這件事情已經進入到司法的調查跟階段 那我就不能夠在這個個案上做什麼樣的評論 我們不願意看到也會 就是說 採取必要的行動 來防止製造錯假訊息 你的這個回銷的問題 我想請教馬總統的說 這一年多以來 很多的基數低階的工業產品跟農業 是將造成很大的衝擊 談到了楊慧如岸 蔡總統的回答還真的是有一點支支烏烏 讓人聯想起他 和馬英九辯論ECFA的時候 沒有讀稿機好像講得確實不太流暢 玩物上流傳的這張照片 就有人拍到說 總統在面對群眾講話的時候 這讀稿機好大一台 而且上面連大家說好不好都寫得清清楚楚呢 好 那麼現在其實馬上又要到了這個 總統大選的這個應該要有辯論的時候了 但是蔡總統好像沒有很想看韓國瑜辯論的樣子耶 淑慧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像我去年剛從公務員變成政治人物的時候 我講話也會害怕 然後我上節目的時候其實一直在發抖 就要一直喝水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 我過了一年以後我就正常啦 我也不用看讀稿機 因為你就知道你對你的理念 你相信的東西講話 你怎麼會需要看讀稿機呢 因為這些不都是你每天在做的工作 或是你相信的理念 或是你每天都在想著國家的未來嗎 應該深入在你的心裡面啦 所以我實在是不能理解 就是蔡英文總統 她不像我一樣是出入政治 她已經又選過新北市長 又選過這已經是第三次總統了嘛 從這那麼多年了 那為什麼到現在講國家的願景的時候 還要看讀稿機 我真的很不明白 我看到那個網友拍的照片 好像他連說 大家說好不好 這句話都要寫下來 即便你是讀稿機好了 你在前面放一些就是數據提醒 我覺得OK 我覺得作為總統 你不需要什麼百分之幾 這些數據都記得 但如果作為一個總統 你是逐次在照著讀稿機念的話 那我真的很懷疑 蔡英文你有沒有靈魂 你有沒有真實的想法 你對這個國家 你是真心的喜愛 真心的有想法嗎 如果有的話的話 你應該像我們在座的各位 都愷愷而談 我們並不是演出來的 我們只是在說 我們自己相信的事 姑且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間黨 各自為自己政黨辯護 可是我們因為都在講 自己知道的事 相信的事的時候 所以我們不會卡住 我們也不需要看讀稿機 人只有什麼時候才會卡住 前一分鐘很好 後一分鐘卡住 只有他遇到 他覺得說 好尷尬的事 或者是對他不利的事 他想要迴避 他想要迴避 所以他每一分鐘一直在想 我要怎麼講 我下一個是要怎麼講 這個問題好尷尬 怎麼辦 他跟我們民進黨有關係 怎麼辦 我過去有沒有跟他認識 他可能就一直在想這些事 所以他回答的時候 就會這樣 跟他在 講自己的政績 臭屁自己的政績 大家如果還記得 他在講美國代表處 那 紐約辦事處是他買的時候 的那一段 毫無潔疤 他說 是誰這麼有魄力 有這麼有預先的遠見 把他買下來 就是我 蔡英文 那一段話 完全沒有潔疤耶 可是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你講謊話的時候 沒有潔疤呢 然後反而去跟你的支持者 造勢晚會的時候 你需要讀稿呢 這不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蔡英文平常心裡都在想什麼嗎 不過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六月份 民進黨的總統黨內初選的時候 當時賴清德和蔡總統 在辯論的時候 可是一次都沒有看稿呢 茂南兄你怎麼看 好 那麼 賴清德跟蔡英文的出身不一樣 賴清德參加過立委的選舉 參加過民選市長 那麼他對基層的涉裂比較深 也就是他有參與過林里長 參與過各種大大小小 跟一般民眾的接觸 那當然機會是比較多 但是就對蔡英文總統來講 他接觸到是國家的大事 跟民眾之間就是被安排了 特定的選民的這種聚會 或者是特定的拜訪 也就是因為基於國家安全 基於總統安全 他即使到了要去逛菜市場 要去逛夜市 他也會被 有被某種程度的隔離 他並不是像一般的縣市所長 能夠這麼親近的跟民眾站在一起 因此就這個養成來講 我想賴清德 他這個從政已經算二三十年了 他從最基層 從國道代表到立法委員 再到縣市所長 他這個對他來講已經算很熟 但是對總統來講 我們應該要持平的來講 這並不是他每天在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對政策要發言 並且要精準 而且對數字要發言要精準 而且他到了那個 你看演講的針見場合當中 大家都知道說蔡英文好像是個灰人 早上在這邊 中午在這邊 下午到這邊 晚上到這邊 那一天下來跑實機場 那這實機場當中 必須要很精切地掌握住時間 而且精切地掌握到議題跟稱呼 假定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該稱呼的稱呼錯誤 其實是非到人家拿來做文章 因為媒體那個 黃惠美 不過 媒體那個就是我們攝影機 隨時都在監看著 那我認為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對讀稿記也不要他 好像都覺得說看讀稿記就有什麼不對 因為確實是掌握時間 掌握進度 掌握精準 掌握整個政策的說法 必須要如此 那如果說我跟我們今天來上節目 我們就可以不用讀稿記的原因是 我們可以凱凱而談 這是不一樣的這個境界 所以茂蘭哥覺得在那個 蔡總統沒辦法侃侃而談的原因 他沒辦法講真心話 我們可以講真心話 因為他那個情況是怎麼樣 因為茂蘭哥是誠實的這個大哥 然後那個總統可能有點掌握 不過茂蘭議員剛剛也講 其實一切如果按照常規 比方說本來總統就有看讀稿記的 這樣的一個權利 以前的總統也有看 那看讀稿記確實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如果不合常規 那就很奇怪了 來看一下這個國安的特勤隨戶 那麼事實上前天 昨天的時候才被發現到說 韓國瑜他身邊被派來的隨戶 怎麼會有一個買了國安牌香煙 涉入了私煙案 總統府歸鑒回去的特勤人員 變成了要來保護韓國瑜的人呢 但是現在發現更誇張了 原來不只是說 不是說他剛好抽籤抽中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14號呢 這個韓國瑜組的中籤名單當中啊 這個前面領頭的這個是中校小組長 叫做林洪明 可是到了15號的時候 突然一下呢 變成了一個叫做更動的名單 這個時候就發現了 這一位涉案的汪中校小組長 就出現在韓國瑜的這份名單上了 所以並不是抽籤抽中的 而是另外特別安排 這樣不是就怪怪的嗎 我們要請教一下友誌 真的要跟柯文哲講 柯文哲每天都有被害妄想症 說他的電腦被滲入什麼 駭客什麼 來看看牛魔王 娘子來看一下牛魔王看上帝 這種才是真的駭客 柯文哲是懷疑我的電腦被植入 駭客然後木馬城市 我們蔡英文是明著植入啊 是明著把這些人擺在旁邊 以後呢韓國瑜出入的所有地方 講的每一句話 喝的每一口湯 見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行程全部往上回報 這個比木馬城市還厲害啊 柯文哲你怕了吧 你懷疑了那麼久 人家蔡英文直接演給你看 我直接用真人演出 連spy都不用連電腦程式都不用 這個太誇張了 而且他用的人是犯過錯的人 而且犯過錯的我覺得是一回事 當然可以原諒 蔡國政局長說不安全 不安全 我覺得不安全是一回事 我擔心的是什麼 你又用私煙案的這一群犯錯的人 因為這一群私煙案的人就 我合理懷疑嘛 這就是跟你總統府整個有龐大的關係 要不然我沒事幹嘛去幫你揹87條 沒事幫你揹105條 我這麼愛抽煙 他看裡面還要釣出來很多人 根本不抽煙 這個汪姓忠孝還不抽煙的 還買90 80幾條 那可見就是有人請他買 我合理懷疑他的家屬 每個都煙槍 第一 可能嗎 整家人啊 你汪家每個人抽煙抽這麼兇 第二就是總統府有人要你買嘛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一個共犯結構 還在一個問號 雖然查出來說 哎呦那個沒事這個沒事 可是我本來是一大堆問號嘛 總統極選戰不是一個開玩笑的 你怎麼可以擺一個問號 擺一個不定時炸彈在那個地方 你要不要負責任 而且不是他剛好抽籤抽中的 你還硬 我覺得真的是離譜到一個地步了 我覺得我很贊成韓國瑜那句話 反過來 我們把它反過來 今天是韓國瑜執政 蔡英文要選舉 韓國瑜擺一個清貌 歷史哥搶搶棍之類的 你們五虎將 在蔡英文旁邊 你覺得呢 你可以嗎 你如果覺得這些人不可以 那為什麼你會擺一些你的人 你覺得很怪人 放在韓國瑜旁邊呢 我覺得標準就是這樣嘛 我沒有辦法理解就是 怎麼整個台灣選舉 選到這種木馬圖成記 已經到上演真人版 歷史哥難道有什麼魅目嗎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的安排呢 而且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是 這我覺得很好笑 剛剛有資格講 我一直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突然想到 總統府最有名的幾個煙槍是誰 你們知道嗎 就那一頭 發言人那一群的嘛 那個就抽很大 所以這些不抽煙的人 但是奇怪呢 總統府裡面抽煙的這些人 好像都是站在門面那幾個 所以這個小英boy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還是過得很好 然後另外呢 我們講到 這個柯文哲 雖然有被害妄想症 不過有一件事 他真的是受害蠻深的啦 就最近韓市長講的嘛 網路被霸凌三兄弟 哪三兄弟呢 第一是賴清德 第二是柯文哲 第三就是韓國瑜 所以這個事情很好玩 我想啊 這個你今天這樣子 明明就是抽籤 你為什麼臨時抽煙 這個抽煙到底有沒有道理 你要怎麼解釋 那我們看了新聞 他說的解釋是說 這個汪中衛本來有事情 本來家裡有事情 那臨時他又恢復沒有事情了 那奇怪了 不管他有沒有事情 在抽的當下他已經不見了 那你幹嘛把他換回來 這個有前例可循嗎 那你解釋都解釋一半了 就根本一點合理性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重點 那另外啊 這個煙案啊 我們還是要再次呼籲一下 總統府派了五輛公務車去載煙 請問派車單 還有派車的公文 到底是誰核准 根據總統府組織法 這個組織的這個法條裡面啊 所有可以過這個公文的 用印的是誰 就我們的前市長 奇怪他到現在好像 還是人間蒸發了 所以有沒有勾起大家回憶一下 不過司煙案不能忘 共諜案也要繼續弄清楚 這個間諜案喔 什麼什麼贊助某個人 兩千萬人民幣 啊通通是假的 你就要講啊 不然你就跟著演戲 試圖影響選舉嗎 所謂掌握中是我們知道 掌握什麼 外國媒體的報導 我們在持續查這個 那你跟老百姓掌握的 完全一樣 洪威啊 國安局是在外國的媒體 看到的消息 對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覺得這個事情 非常非常大條 大家都知道這個共諜案 已經這個 沸沸揚揚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那當這個澳洲媒體 披露這個王立強的 這個共諜案之後 那麼立刻呢 就有媒體報導說 國安局已經派人 到澳洲去了解 而且跟澳洲政府去接觸 要了解這個 他的這個案情 那從這個 消息曝光了之後呢 媒體就一直在追 那麼這個 這個起碼已經講到 十天以上 可是在林維州問國安局 這個副局長之前 國安局從來沒有否認過 這個是 這個新聞 從來沒有否認過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媒體碰到蔡英文 還直接去問蔡英文說 說國安局已經派人到澳洲去了 你知道蔡英文呢 大家可以把那個 那個整個 那個新聞把它調出來 那個錄影調出來 結果蔡英文說什麼 蔡英文說 我們呢 這個調查單位已經在做調查了 可是呢 大家呢 不需要妄加彩測 這個跟選舉操作沒有關係 因為呢 這在調查中呢 我們也不能夠多講什麼 蔡英文這樣講耶 他不是就告訴你 因為在調查了 我們國安局 因為他的問題就是 國安局派人到澳洲去 他沒有否認這件事情 他還告訴你 他我們還正在調查 結果沒有過多久 就有林維州剛才在立法院的質詢 因為後來呢 媒體就披露就某週刊 獨家報導 說這個我們掌握到的消息 到了澳洲去掌握的消息 還不只是說王立強說 給了韓國瑜兩千萬 還有十個立法委員候選人 而且這十個立法委員候選人 都同一陣營的 好 他開始除了他要 他要去批評 等於說他要摧毀韓國瑜之外 開始呢 又對所有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在做人格摧毀 就代表你們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每個人都有嫌疑 每個人都有嫌疑 所以我站在裡面就講說 如果有這樣的話 你趕快公佈 你搞一個有誰 我們就趕快把他抓起來 他不敢公佈 結果沒想到林維州可能就很火大 你這什麼意思啊 每個人都有嫌疑嗎 那請問一下到底是什麼回事 結果他竟然講說 我們全部掌握的 都是媒體報導 那我們不是每一個人 都掌握媒體報導 更可惡的是 他就問他說你們有沒有到澳洲去 他說沒有 國安局壓根就沒有派人到澳洲 去調查這件事情 可是蔡英文說有耶 對 蔡英文不是說有 蔡英文沒有否認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從頭到尾 對 你們通通在發假消息 假新聞耶 然後換了是什麼 不就是選舉操作 怎麼會有一個政府這麼惡劣啊 你說假新聞要關三天嗎 對 實在非常惡劣 就是說你可以為了要操作共諜案 來打擊韓國瑜 打擊國民黨的選舉 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今天林維州不是在立法院 我想在胡牧原 因為立法院所有都要記錄的啊 不然的話他可能要吃上官司 所以才發現說搞了半天 你們全部都在騙人 我真的覺得 他們操作共諜案 已經操作到了無限上綱的地步 那更可惡的是 還要製造這麼多的假新聞 還要在網路上那個這個 PTT啊 PTT放廣告費啊 然後讓新聞去炒作 目的就是摧毀 摧毀你的對手嘛 我覺得民進黨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真的啦 你不會執政 這種政權一定要下台 國內政局讓你很心煩嗎 趕快申請泰國簽證 一定要在三月之前哦 因為三月之後 要付財力證明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